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往前走,苦才会往后退 弗兰克林曾说 人在年轻的时候 身上总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 即使是在强势的生活考验之下 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低下高贵的头颅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发现 一味地倔强不低头 难免四处碰壁 于是才时常有意识地提醒自己 做人要昂首天下 也要学会低头 人到中年 经过岁月洗礼 世间沉淀 逐渐地参透了生活的意义 明白了想要日子顺心如意 就要学会约束自己 常点头 多低头 不回头 一 常点头 有一位青年 大学毕业后 准备踏足社会 临行前 询问父亲有没有什么 要叮嘱自己的 父亲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多听 少说 常点头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是这位父亲 经过岁月与生活的双重楼壳之后 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这位父亲年轻的时候 是个好争辩之人 工作之中呢 跟同事少有不同意见 就恨不得抓着对方的衣领 整个高下 生活之中 无论是跟谁想法不一致 就马上摇头 否定对方 并且滔滔不绝地反驳 以此 他跟一个工作伙伴 因为对同一项目的意见 又分歧 争执不下 并且还动了手 他因此丢了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内 日子过得是举步维艰 事后他后悔不已 如果当时不那么固执己见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可惜没有如果了 踩过很多坑 招来很多祸事后 他渐渐明白 很多时候 争辩毫无意义 因为生活 没有那么多的 非黑即白 一味地争输赢 分对错 到头来 不仅得罪了别人 还烦扰了自己 纯属啊 自讨苦吃了 所以呢 行之半颇后 他不再如年轻时 那样世事针锋相对 处处聚力力争了 即便是有看不惯的事 不认可的话 也不再大发言论 坚持己见 只是沉默地轻轻点头 这让他避免了很多是非 曾广贤文有言 宝经事故 少开口 看破人情 但点头 中年之后 克制与他人争辩的欲望 必要是 管住嘴巴 多点头 才是智举 毕竟 随便反驳 轻易争辩 不仅损耗心力 还会卷入 争吵的漩涡 陷入无穷的是非 无关紧要的事情 不理 不争 不辩 才能避免冲突 少惹怨恨 二 多低头 前些日子 重温电视剧 《落魂时代》 发现当初 拳王领宋的好男人 刘易扬 其实是槽点满满啊 他最大的一个槽点 就是死要面子 刘易扬有了孩子之后 其岳母 考虑到他家里的房子 太小了 住不下 提议 他们可以暂时到女方家生活 过渡一段时间 可是刘易扬放不下自尊 说什么也不同意 刘易扬失业之后 岳母挖空心思 帮他找了份工作 告诉他 可以先干着 等以后找到合适的工作 再换掉 但是刘易扬 摸不开脸面 死活不肯去岳母介绍的单位上班 哪怕这个时候 家里已经山穷水尽 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了 他依旧是不愿滴滴头 最后呢 不顾一切的为自己争脸面的他 不仅没正来想要的体面 反而还为难了自己 招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卖家在《人生海海》里写道 有些人骨头太硬 心气太高 有着性子活 这样不好 人不能太认着性子 该低头时就得低头 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是争强好胜 不愿弯腰 也不肯低头 行至中年才懂得 慢慢人生路 低得下头 才算是真正理解的生活 我老家呢 有一个企业家 中年破产 债务缠身 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 他曾经的竞争对手就说了 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来我公司上班 身边人纷纷劝他别去 毕竟给昔日的对手打工 太没面子了 但是他呢 却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还全力以赴 不辞劳苦 努力干活 渐渐的 他和曾经的对手关系 是越处越好 还合伙开了一家新的公司 让自己的事业再次腾飞 一书说 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 但是又是最没用的东西 当你越是在意他 他就会越发地沉重 越让你寸步难行 太看重面子 只会自我束缚 徒增负累 越不把面子当回事的人 越容易把日子过好 中年以后 放下面子 该弯腰是弯腰 该低头是低头 这不是越来越没出息了 而是越来越有智慧了 三 莫回头 作家江利敏 在一本书里写 时光最怕回头看 尤其是人过中年以后 偶一回头 看到的多是纷乱 而模糊的往日 于是止不住的胡思乱想 多愁善感 人到中年 越是频频回头 越容易在内心生出诸多 运不平 抚不开的负面情绪 冲淡了眼前的幸福 心理学家巴塞尔·范德考课 曾讲过一个来访者 大卫的故事 大卫年轻的时候 在一家游泳池当救生员 一天 在他执勤的时候 一群青少年 在泳池里喝酒打闹 考虑到泳池是禁止顾客喝酒的 大卫便上前制止 结果那群孩子 不仅没有听从他的警告 反而开始攻击他 混乱之中 一个男孩用碎酒瓶 刺伤了大卫的左眼 他的左眼 从此失去了光明 之后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 大卫几乎每天 都会回忆起那一次不幸的经历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回忆 当年事件的任何细节 包括画面 声音 以及他当时心中的想法 而更糟糕的是 在那一段不愉快往事的折磨之下 他变得像是一只不受控制的怪兽 暴躁 易怒 不是动不动对孩子动粗 就是时不时朝妻子发火 生活鸡飞狗跳 范德考克无比感慨地说 其实后来真正让大卫生活失衡的 不是被刺瞎的左眼 而是他不断回头看的那段经历 的确如此 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论好坏 迟迟不放手 久久不释怀 都是一种自我折磨 李小义曾说 人最怕的是面对过去 背朝未来 行之中年 经历过很多事 倘若事事挂心底 反复回头看 只会被过去所束缚 抛下昨天的伤痛 忘记过往的不幸 全力以赴 把握现在 生命才能豁然开朗 抵达新的境界 正如纵横四海里所说的 有些事一旦过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走了之 别柔长白转 自怨自哀 别心有不甘 怨天尤人 结束才是新的开始 中年以后 别纠结过去 拿回忆折磨自己 将前尘旧事 置于脑后 大步向前吧 因为 人往前走 苦 才会往后退 已经过去的事情 就不必念念不忘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 莫过于 一边为过去的事情后悔 一边将就着现在 我们总是不知道珍惜 却是失去后拼命挽回 我们时常会后悔过去的事情 在后悔之中 再次蹉跎了当下的时光 可是人生没有办法再走回头路了 没有时间让你后悔 这事态已成定局 后悔也是徒劳 倒不如学会放手 抛下过去 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 往事别回头 往后别将就 那些让你痛苦后悔的回忆 就让它随着时间 慢慢消失吧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握现在 让未来 不会有任何的后悔 人生嘛 总是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年轻时 不曾明白的 年轻时 我们以为头颅羔羊 引颈远跳 才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 在人生的日历被撕掉了一大半后 我们拥有了截然不同的心境 明白了 常点头 多低头 不回头 才是最聪明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福尘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大家感谢您的 канал 永远不收üre